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律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堂课是我们的大三格林讲师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来 大家晚安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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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行 没办 来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有偷偷的国民党吗 喜欢吗 不喜欢吗 不喜欢吗 不喜欢 喜欢的举手 觉得还好的举手 不喜欢的举手 都不喜欢吗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 吃相越来越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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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比较 你有没有上过初级班 有没有比较合乎 比较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我听起来觉得蛮好玩的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为什么我讨厌国民党 是怎么偷偷的国民党 总是有个理由 你讲人家讨厌谁都会说 我很脆黑人 因为怎么怎么 Q台湾人手 就没去把上官医 有多少 что就没有 你們为什么讨厌国民党 中華民國有討厭嗎 你討厭國民黨 你討厭國民黨 你討厭不討厭民進黨 都討厭 都討厭 為什麼 總算稍微有一點接近 出一般上過的法理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你為什麼討厭國民黨 你為什麼討厭國民黨 民進黨 有人搖手說還不錯 民進黨還不錯 現在 你因為上過我們班 我現在問那個 還沒有進入念過高級班 只上過初級班的人 當我問你 為什麼討厭國民黨 你給我的答案不對 吃相太難看 吃相好看一點 你是不是就不討厭他 弄一個圍巾在這邊 用刀叉吃 洗好洗慢慢吃 比較優秀你就不太討厭 對不對 不對 很多台灣人都說是這樣 我問他為什麼討厭國民黨 那個貪污啦 卵書作啦 我是說 如果他經營得不錯的話 你是不是就不討厭他 如果國民黨在台灣做得很好的話 是不是你就不討厭他 應該是喔 喔 這樣就來 就完蛋了啦 我們討厭國民黨 不是因為他對我們好不好 所以他本來就不應該在那邊 你來這裡是要來想法理的 欸 中國人怎麼說到一句話喔 管他 黑貓 白貓 花貓 只要能抓老鼠的都是貓 對不對 所以剛才那一句話很嚴重的喔 你如果說 只要他做得好 我就不會把他拿了 那就完蛋了 為什麼 他給你吃給老鼠 你就掉下去了 蛤 當然怎麼變這樣 我說過嘛 黑貓 白貓 只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對不對 這句話換成一句話講就是 有奶便是娘的意思 對不對 有時候你給我吃 我就叫他娘 娘就叫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就是中國人嘛 中國人其實活得像畜生一樣 畜生就是你給他吃麵 他就給你認主人嘛 是不是 給我吃給爸 給我生的過不太 我就給他 我就帶他走啊 我就叫主人啊 台灣人就跟他母路一樣啊 人客給你錢 就背跳舞 換這個換那個都一樣嘛 你來這裡是要想法理 我們來這邊 國民黨我們討厭他是 因為他根本就不應該來統治我們啊 中華民國本來就不應該在台灣啊 這不是野素材 我們日本人啊 你們都上過初級班 應該很清楚這件事情啊 你討厭人家要有理由 這個理由最好合理啊 不合理的話 你只是突顯出 自己是什麼人 現在外面一定台灣人都是這樣 國民黨如果做好 他都OK了 對不對 有飯給你吃就OK了耶 叫他做什麼 叫你以前 中國人做老闆都可以耶 不是嘛 我們現在是上法理耶 我們開始花很多時間 給台灣人要蓋就是要蓋這個耶 以前台灣人就像動物一樣 畜生一樣 有飯給你吃你就拿 有飯吃啊 有飯吃啊 他薪水比較高啊 但是你來這裡 是要給你做老闆的 講法理 畜生不會講法理喔 動物不講法理喔 什麼樣才會講法理 有老闆的人才會去講法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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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老闆的人才會有效忠對象 對是非對錯很在乎的人 有老闆的人才會去講法理嘛 對嗎 動物不用啊 動物不用啊 動物不用把他打給他 用兩個嘛 你看動物園裡面 可以叫四字跳火圈就是這樣 給他吃 控制他的食物 再給他鞭打 兩個行李 叫他就範 台灣人的外國都那樣耶 所以最近不是說 我們台灣人抓到中國嗎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很開心耶 大部分的民意調查是很支持他這樣子 抓到中國很好 所以說什麼 他們那時候真的要跟他伴 真的要把這個人修理 如果上來台灣都不會修理 到最後都不了了之 那就是功能導向 跟後面的意義完全都扯斷關係 但是我等一下再說 我比較想說 你們來這邊是上法理的課 法理的話 你就要有法理去思考你每一項事情 不要再用情緒 不要用肚子思考 不要從下半身思考 要腦袋思考 來 我們先 因為已經高級班 我就不會遷就初級班 沒有直接來上高級班的人 因為我這樣會對不起上高級班 上了初級班再來上高級班的人 對不對 我就直接講 你們初級班自己要去補 這英文的意思就是說 It's time for revealing 欸?這怎麼沒電? 這是什麼? 有一個開關喔? OK 那我按得下去嗎? 你check一下 我這個怎麼會這樣 這樣算OK是不是? 好謝謝 我試試看 欸? OK 可以 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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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沒有關的歷史 過去把你貪那一年 現在要拿開 實際到了 要先開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要給大家看什麼 我們要講的內容是 Based on fact Fact就是事實 我們是基於Facts 舒適的事情 不是說虛幻的還是編造的都不是 Facts 再來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 是根據歷史上的文件 你來台灣民進府就是這幾樣 一個是Facts 一個是歷史上的文件 就是有文件可考的 再來 Abide by the law 是根據法律來探討整個台灣的法理 你就進來這裡的人 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法理 用法理思考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東西 the clouds were breaking up to reveal a clear blue sky 後面這張圖就是一個黑雲密佈的地方 慢慢黑雲就走掉 藍色的天空就走出來 過去台灣的歷史 跟過去跟台灣有關的所有的事情 就好像黑雲把你照住 現在因為什麼掀開來 因為這幾樣東西 真理事實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說的是這樣 因為我們把整個案子 帶到court 法院去審判 不是在媒體上說的 不是放話 我們到法院 你知道到美國的法院 你要訴訟 你沒有準備足夠東西 你要跟人家訴訟什麼 勞草就被人家打槍回家了 對吧 OK 這有比較清楚 我上課的時候 不交談 如果要交談 請到外面去 這已經是高級班了 我們高級班 如果要幫忙的話 等下課 來 因為我的東西需要你思考 然後一環扣一環 你如果錯過的話 待會就miss掉很多東西 不懂沒有關係 先聽下去 你看 to play down the argument for TCC to bring it to the court 過去我們在這裡說的事情 國民黨的系統 媒體都要幫你play down play down 就是把它變成微不足道化 但是你一旦拿到court去 拿到法院去 就不是隨便你可以操弄 你知道嗎 已經到court 已經到法院裡面去訴訟的內容 你不會把假的東西拿到法院去吧 你花那麼多錢要去告 你還拿假的 你準備要死 對不對 所以你拿出去一定是正確的document 正確的argument 才會去 來 我基本上 在這邊上課已經漸漸 開始不是在跟你們講 我直接跟媒體 那個internet裡面網路在講 所以你們可以跟得上就跟 不能跟算了 review有什麼 review我們整個民政府在做什麼 明正武從去年 我們也有個遊行 是不是 一萬人的遊行 在台北東區 穿著制服 有震報部隊在前面引導 我們訴求有六大項 對不對 裡面主要的幾項是什麼 舊金山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美國是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必须要按照战争法来恢复对台湾的占领 对吧 我们有几行嘛 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这都是历史上事实 没有再请台湾人请你来相信 没有 那是苏世代史 你应该相信 不是我请你来相信 我们没有来给台湾人鼓掌 我只告诉你事实 所以我们那次的旅行叫做宣告 有没有 我没有 过去台湾民众去街上是干嘛 要请求大家更多人支持对吧 造势 借这个东西来push政府改变他的政策 那是过去从下而上的诉求 我们不是 我们从上而下 怎么个上法 就是占领者美国军事政府底下 成立的台湾民政府 把自己的身份掀开来给台湾人看 所以我们会跟你讲我们是谁 就好像你要跟他一名 你第一次把你的面子拿出来 有没有 名片拿出来上面看到你名字 什么title 知道你是什么人 报上名来 我们报上名 我们就是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的全民 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份 清清楚楚的告诉台湾人 我们不是一个团体组织 不是人民形成的 你弄错了 不是大家什么有共识 慢慢形成做什么 没有 我们后面有人就是美国军政府 所以用这个名义 我们发行ID 用这个名义 我们发行旅行证件 那是有权利给你后面support 你才跟他做这件事 存在其他人 你看不 我那时候说的很清楚 谁敢用你的名字 在外面随便招摇撞骗 你一定把他告到死 对不对 用你命去营养贷款 你说这不是我 对不对 很简单 你一定会被告他 说我不是人 冒我的名 台湾民进入在这 用美国军政府的名字 用这么久 美国刚才有出来说的 没有 还用美国军政府的名义 发身份证 用美国军政府的名义 在这边开班授课 用美国军政府的名义 上街去游行 那是假的怎么会讲这么多 是不是 直接讲 我们在处理三件事情 台湾民政委一出来 处理三件 一个是对过去 一个对现在 一个对未来 过去是什么 How TCC deal with the past 过去 We are 我们是什么 归行台事 Who we are 跟What we are 跟ROC in exile 我们在处理三件事情 对去过去 当然是什么人 我们直接告诉你 种族上你是佛摩山 佛摩沙人 你不是中国人 上过的初级班都讲得很清楚 对吧 我们的学艺 我们的老的辛苦的会 告诉你是什么人 What are we We are the subject of Japan Emperor 你的国籍是什么 我没有说你不是台湾人 但是台湾人你的国籍是什么 大日本帝国 你知道吗 够清楚了吗 你是台湾人 你就是台湾人 是一个地区 一个区域的人 多爱加紧固 但是你的国籍 就是大日本帝国 过去 我们在讲的时候 很担心台湾人 会反弹 因为你被中华民国的体系 交代都失去 想说你是中国人 现在直接 时间已经到了 我已经不买 再给你鼓劲了 直接跟你说 你就是大日本 我们台湾人 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再来 契约固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被占领地的百姓 你知道吗 所以台湾这块土地 至今 还是在美国军政府的占领底下 国民总统跟你说 那里都变了 它不有主权 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直接讲答案 这就是现在做的事情 RCA在 接下去 台湾民政府会怎么处理 中华民国流行政府 怎么处理 我想知道 告诉你 我们要把中华民国 恢复它该有的身份 第一个 identify them 什么叫identify 就把它认出来 他是什么人 诈骗集团 都是给你一个假的名字 对吧 好像 给你想象的空间 但是我给你认出来 你没办法再骗 中华民国 你就是流亡政府 台湾这个地方 不是中华民国的 你不应该把中华民国 宪法实施在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 也不应该在台湾 都别人去投 也没有立法院 也没有司法院 也没有警察 也没有军队 你的名字叫做 台湾治理当局 你别再用中华民国 去投 要投在台湾人上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我们这个大家知道 时事怎么走 走到这个 抗站 我们直接把答案讲出来 那天没有 那天没有 医生 医生 在Bloffin宣称 他自己是这块土地的 叫做中华民国 不要再讲了 他就是流亡政府 我可以把它关在一个地方 比如说 把他们都全部 赶到一个 中正纪念堂里面去 对不对 让他每天去 膜拜他的蒋介石 流亡政府 可以继续留在台湾 可是他要被圈起来 恢复他正常的身份 不可以让他背我们头部 我们头部 只有一个叫做 美国军事政府 你知道吗 让他恢复他该有的身份 这就是我们怎么处理ROC 过来 How TCG deal with currency jurisdiction 对目前的情况 我们台湾民政府要怎么做 第一个 Lowsuit against USA跟ROC 我们 到美国的法院 告 美国 美国呢 USA 还有一个就是 中华民国 我们告两个对象 法院上有记录 你们都知道 最近我们会到 A peer court 上诉法院继续告这件事情 第二个 Persuasion Main why 在同样这段时间里面 在这诉讼 从过去这几年以来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想办法 跟台湾人 改罪 让台湾人 认罚 什么叫做法律 什么叫做台湾真正的第一 什么是真正的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藏着台湾人来说 他自己是台湾人 不是喔 我要告诉你 所以台湾民政府 抓住两个主軸 一个是历史上 台湾到底是什么人 重新把这个历史的解释权 拉到我们最正确里面 另外一个是我们法理的立场 再来 第三个 G7 最近 G7 G7 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什么是G7吗 知道 请举手 好 请发现 这一个喔 两个 知道 请举手 稍微解释 好 请发现 G7 基本上就是七个国家 7就是七个国家 这七个国家是全世界 所有国家里面 生活条件标准胸管的几个国家 哪几个国家议在那样 这次在日本版的 所以一定有日本 一定有美国 还有什么 意大利 英国 还有什么 英国 法国 英国 法国 还有五个 还缺两个 哪里 德国 你刚才说什么 都不是啦 怎么会苏联 苏联生活水准怎么会最高 德国 还有什么 加拿大还有哪里 现在多一个 第八个叫做欧盟 轮不到中国啦 轮不到俄罗斯啦 曾经有一度 俄罗斯被把包进来叫G8国家 后来发觉不对 这个俄罗斯 并不符合 能够当世界领导国家的水准 所以现在只有G7国家 上网去查 民政府一定要随时google 不知道的名词 terminology 上网去查 不知道的term 上网去查字典 然后用英文解释英文的字典 不要用中文解释英文 音音字典 好啦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Current situation 就是我们会参与在G7 台湾民政府 轮得到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吗 台湾什么时候听过这个东西 听都没听过 我跟你讲 基本上G7国家决定的事情 就已经是主导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 各方面的议题他是主导者 你台湾民政府你要学一件事情 主导议题的人才是真正的 拥有权力的人 对不对 拥有权力的人 主导议题 对不对 没有权力的人 只有跟班的混 对吧 不解释太多 再来 How TGC deal with the future 未来 台湾民政府会做什么 TPP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整个TPP的架构 什么叫TPP 知到人请举手 不知道谁去哪里 请放下 这一定要知道 怎么不知道 就是泛泰平洋经济合作协议 他是以太平洋 还太平洋周边的国家 有南美洲 美国到加拿大 西半边 有日本 台湾 到菲律宾 越南 新加坡 对不对 这几个国家 当初是 纽西兰跟 还有澳洲 纽西兰 他们发起了 差不多六七年前 但是后来美国 subsidize 这件事情 让整个TPP 智能架构 下面是TPP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经济规范 在这个系统里面 有最 advanced 应该讲说 在这里面 贸易障碍都 属于这个国家里面 全部消除掉 还有最high standard的各种 包括finance 从金融 系统 到 经济体 到 环保标准 到什么都是 世界上最高的standard 就是TPP这个架构 现在就不讲 我看大家都要 out 然后 来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 past? 我接下去 我的课就分为三阶段 从过去讲到现在 讲到未来 先讲这个 我们刚才讲过 台湾是什么 那我这边 为什么给你们这张图 你有没有 这是现在 同一条街 我最近网络上 有一种照片 这是一条街 可是这街是什么 是四五十年 或七八十年前 同一个街角的照片 黑白照片 有趣吗 你们第一次看到这种照片 过去也同一个地方 现在的这个地方 曾几何时 台湾过去 经过很多事情 Who we are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的血统上面 我们是FOMOSAN 然后我刚才都讲过 US Occupied Territory 现在是日本帝国的人 日本帝国的人 为什么 现在是美国在占领 为什么变占领帝 因为大日本帝国 被打败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变成被占领者 美国就是 这个很清楚 这个土地只有两种人 去年在游行之后 中时跑来访问 我们的发言人回答一个 台湾这块土地 是两种人 台湾这块土地有什么人 再问一次 台湾这块土地有什么人 台湾现在有什么人 有人说有客人 有客人 有客人 原住民 还有什么人 外星人 没有 都不是 你刚才那些分类都是中华民国 有什么人 有什么人 台湾这块土地只有两千人 占领帝和比占领帝 只有这两种人 剩下的 他是要把台湾人 因为他来占领台湾的时候 只有一百多万人 难民加上他们的奥兵 要占台湾 台湾那时候六百万人 生活水素很高 大日本帝国那时候的生活方式 你们上过初级班 都看过我们照片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比中国先进不到 我们是帝国 可以跟美国打的 中国是落到 快要即将被消灭的国家的兵 跟他的难民跑来台湾 怎么统治我们这群人 选择有人跟他们 跟台湾人分类 你知道吗 分作一堆那一堆都要替这六百 比较好吃 比较小一点 所以不要再帝中国人 对台湾人分类 没有客家人 没有福利人 我们都是台湾人 都是大日本帝国的 只有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 叫做占领者 只有占领者 跟被占领者 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所有的法令 你看不清楚 会灰起来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是被占领者 占领者在那边 请问 占领者可以占我们占多久 国际法有没有规定 有没有 占领可以占领我们多久 你给我占多久 有几点吗 没有 越久越好 我跟你说 他要给你占领 越久越好 所以才有什么古巴 官大当不安 99年再加99年 签约再签约 对吧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上面是代理占领者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看起 上次这个是初级班的时候 都有上过 左边这个就是占领者 我们这个土地就是 只有两种人 就是被占领者 我们是被占领者 他是占领者 我那时候讲得很清楚 被占领者有没有一天 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变成占领者 会不会 不会 你是占领者 你被占领者 永远被占领者 对不对 包括你生下去的小孩子 会变成占领者 不会啊 你去占领 输去叫占领 对不对 你生的孩子 世世代代都是被占领者 对不对 没有错 占领者一定不是属于 这块土地上的人 对不对 因为我也不是 这就是占领者 占领者就去占百人的地方 你本地不是台湾人 你才来占 不怎么叫占 我本地住在这里 怎么会占 占领者 占领者就是外来人 占领 对不对 跟你讲 占领者的后代 会变比占领者 会不会 不会啊 哪有可能 占领者 占领者 这么大久 他后代变比占领者 不会啦 那个性质 不会改变 你占领者 不管在这边多少代 都是占领者 被占领者 不管多少代 都是被占领者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没有让占领 跟被占领 这关系改变之前 他们的身份都不会改变 对不对 唯一你比较confused 就是占领者 跟被占领结婚 生的后代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要 那些人就要做决定 我是要比占领的这个 还是要求占领的这个 就是半双的啦 你说得清楚 但是现在没有半双 只有中国人跟中国人结婚的后代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要讨论 不讨论他们 但是 富谁要讨论的议题 主要的议题 是占领者 跟被占领者的关系 要厘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比占领的后代 所以我们来这边上课的人 都是同样身份的人 对不对 因为你去请ID嘛 證明你是台湾奔多达的人 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你才有资格去申请这个ID嘛 你手上拿到这个ID 你才可以来这边上课嘛 当然 我们也欢迎其他人 但是你上课才有道理嘛 对不对 我要了解我到底有什么身份嘛 我刚才说 比这边要一天醒过来变领者 不可能对不对 偏偏在台湾发行 为什么 我们去拿占领者的身份 你去拿中华民国护照 拿中华民国身份证 你是不是变占领者 是啊 不是很荒唐的事吗 消化一折啊 所以美国没跟你生人 现在不承认 如果过去继续骗台湾人 听说骗一百年 都没有台湾人 你以为你是占领者 所以你才去买武器嘛 所以你才去做兵嘛 你如果去用占领者 哪有事要做兵 哪有事要去买武器 哪有事要去买武器 哪有事要去买水 都不用耶 美国你要保护 现在台湾人 叫我捏去美国 你来保护台湾人 我让你占领者 你要保护我们 但是你如果做中国人 你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中华民国身份证 中国人要捏去中国是应该的嘛 对不对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嘛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合不合理 合理啊 中华民国是什么 就是中国嘛 你拿他的身份证护照 就证明你中国人嘛 你不是台湾人嘛 那一定护照你还要嘛 台湾人要死巴了 那个护照跟身份证叫什么 尊重要捏 尊重要让中国人吃掉 再去拿他们的 台湾民政府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有我们的旅行证件 那就是要把台湾人 有过期的欺骗的那个 系统里面把他抓出来 来 身份不会改变 被占领者应该是这样 你如果承认你的身份 你就受到保护 受到什么保护 国际法战争法的保护 你如果不承认 假公害人就像诈骗极端一样 既然抓是应该的 来 那我们怎么跟占领者讨价还价 占领者想办法要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 占领者要什么嘛 对吧 你既然打牌了 你难道不想替自己维护一点利益嘛 但是因为你已经前排 随着人欺负嘛 但是你欺负 也有一个程度嘛 挺多嘛 什么挺多 因为 世界上有一种叫战争法 会保护被打败的人 被占领地的百姓 有一些基本的人群要受到保护 比如说你占领我 你不可以叫我去买武器啊 你 你占领我 你不可以叫我替你拿枪去打仗呢 你把我账领你就要照顾 你不可以改我的基源 我们初级班上过两个 占领不移转主权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对不对 不移转主权 什么是主权 其中一个是改变你的语言 语言是主权 改变你的政治制度 也是一种主权 中华民国把他们系统放在你身上 也是改变主权 他顶多是占领你可不可以 不能改变这个系统 把你台湾人规定说北京卫 不可以说台积不可以说日本卫 那就是违反战争法的 那个追讨时间是没有期限的 拜这一行之后都会偷偷回来 追到你天涯海角 再来 他们占领者要的是土地资源 人民占领管理 所以管理的时候 我买一间公司 台湾我去管得很累 所以我通常会请一个代理者 替我管 好的经理人 对不对 专业经理人帮我管 我只负责收钱就好了 同样 他们就叫一个代理者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那时候 顺率就做代理占领者 好我再请问你们 代理占领者跟占领者又不一样 占领者没有时效 要这么多人就会随在他 对吧 但是代理占领者有没有时效 没有时效 但是他有条件 你知道吗 条件跟时效不一样 时效是时间 但是他如果 他有一些基本条件 他违反这个条件 他就失去他的代理权 对吧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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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一个代理医生 我当时要把你代理的东西拿走 你开始胡作为非为 我请了一个经理 总管 替我官处 管家他做得很好 我没有时效 你如果做得好 我继续用你了 但是你如果几件事 你做出来 我一定把你fire 掉 对吧 第一个坚守之道 对吧 你替我顾钱 结果吃我的钱 你替我算小 钱拿在那里面 对吧 你当然要走 对不对 第二个 第二个 对不对 中华民国 这就是条件式的代理 对不对 你符合你的功能 我才会 你要会管理 你不要管到乱七八糟 你不要管到乱七八糟 你走 对吧 这叫做条件式 还有一个什么 你拿我的东西回过来 要把我交代你的东西吃掉 那就是国民党做的事情 想要就地合法 想把中华民国就把台湾吃掉 马云九跑到什么岛 什么岛去宣称 这是他的主权 美国不是要处理 美国是时间搞就要处理 你不要以为 我现在就放给你做 看你过来 摇摆 再做 时间搞 收起来 就是这样 美国怎么会让你 中华民国把台湾吃掉 它是主要占领全国 怎么会容许 中华民国在这里 逼鬼逼怪 更何况 你现在已经跟中国握手了 那不是 你就等于在台湾 中国的代理人 中国的势力在台湾的代理 就是中华民国 整个系统 包括民进党 包括蔡英文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蔡英文是台湾人 他现在是变成的 是不是 他照会中华民国系统 你没去选举 他就变占领者 他现在身份就是占领者 所以中国对他呛响 你要么就坚守九二共识 对吧 现在连那个都不用讨论 你就是中国人 一中一表而已 你要维护中华民国的领土 所以蔡英文也要去保护那个岛 马英九就在吃他豆腐 你不讲也不行 你再不讲 再不讲 我会把你台湾人抓起 那就是中国人对蔡英文 生水杯 我会抓起来 不然你想怎么 我已经不让你有模糊的空间了 民进党已经没有模糊的空间了 全部摊牌了 你继续在中华民国系统底下看看 就是这个结果 谁要你来当中华民国总统 好像玩的有模样 他真的是在家里面穿龙袍 台湾这个土地没总统 是自己发欢喜的 现在我们蔡英文去穿龙袍 戀头 拜诉讼案 你就是概括性承受 你现在在继续中华民国 你又做中华民国总统 中国人在那儿笑 裁判都在上线 你让台湾人呈揭这个后果 来继续走 Agent出问题的时候 当然美国就会处理 主要占领全国 就会把你拿掉 回到这个 还是部落战争 还是部落战争 我们讲那些整个大堆 你们过去去用自导教育 就是你去用箭拜 去用洗脑 當中會做什麼這些事情 台灣的歷史 過去都不知道 現在再說一次 我們台灣的歷史 四萬年前 剛才這個土地 我用DNA跟你們講了 大都王國 後來我們變成很多強國的殖民地 殖民地有一個殖民者 大日本帝國 不是只要做殖民者 所以給我們黃明化 改變台灣人的 台灣在被殖民的時候 沒有主權 租管 主權sovereignty這個概念 在台灣以前從來沒有過 只是日本人 幫台灣人建構了租管 歷史上有史以來 就這麼一次 台灣開始有主權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憲法實施在台灣 台灣人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這叫做結婚的動作 從此日本人 不是用殖民者態度 對我們 把他當作自己的人 我們變天皇的寶貝 這樣 為什麼會有人佔領我們 因為我們大日本帝國戰敗 所以美軍 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 那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就是台灣人的性質已經改變了 但是現在人夭壽 這贊娘家 派一個過期 跟你招牌的女兒 再回來跟你招牌一次 上過我處理班的課 都知道 過去招牌台灣人的人 大清帝國 大明帝國 什麼 在台灣人 對不對 當作殖民者 裡面 現在 現在法理財要跟他們招牌 結果台灣人裡面都賣掉 那頂人叫做愚虐 這都知道 這都複習得差不多了 現在大日本帝國人騎招牌 中國人也騎招牌 現在像 日本政府 中國鬧的人 就現在在法國那頂台灣人 還要帶他走 他的身分是日本人 結果那個鬧是支那人的鬧 因為過去的 教育 媒體 所有東西給你生得很貼貼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把這個人 by persuasion 說服 讓他帶回來 是一個很長的工作 但是沒辦法 我們還是要做 部落被打敗的時候 也就是部落的歷史故事消失的時候 我們本來的故事消失了 怎麼消失 因為去用戰敗 人家就把另外一頭 放在你身上 你現在打的 相對的 佔領者加強他自身的故事 你知道嗎 所以你過去打的 包括連好的歷史 都是中國人編出來 為了要統治你比較方便 好處在我們現在站起來 對台灣人說 什麼才是台灣的歷史 包括民進黨 什麼台灣西班尼領事 什麼李登輝講的 都是中國的同路人 要幫中國人 我跟你講 李登輝絕對是歷史的罪人之一 過去台灣人 叫什麼台灣人阿伯 胡說八道 他就是要把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的主要的始作俑者 中國人可以恨他是恨錯 其實李登輝在幫中國人 蔡英文也是 要把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大日本帝國 不按照法理來 按照台灣人的情緒來 你跟著情緒走到法院的時候 一定是庶民居多 因為你沒有按照法律來討論問題 我們是把台灣人的腦 帶到法律裡面講清楚 過過期上我的課 只有兩個identity 一個是ethnical identity 就是by blood 透過你的血統 決定你是什麼人 大家都知道台灣人 另外一個 nationality identity 是by law 透過法律來決定你是哪一國的人 第三個 group identity 是by industry tribal warfare 就是講到部落戰爭 還記得我講的部落戰爭嗎 部落跟部落這些修台 把對方頭砍下來 部落越來越變大 你知道嗎 台灣相對在全世界國家 也是小部落 對吧 小部落就要挖大平 對吧 你才有生存的空間 所以現在亞洲地區戰爭要開始 你要站 站哪一邊 像台灣人 互相騎到中國一邊 來 這張圖已經夠簡單清楚了 基本上所有的部隊都來 這是美國第三艦隊 這是第七艦隊 日本的艦隊 中國在這邊蓋不同的島礁 這是第二島鏈 這是第一島鏈 阿蘇的基地 美國軍事基地設定 現在全世界 重兵集結的地方在哪裡 就在我們亞洲 亞洲哪裡 亞洲很大 就在我們這個 台灣海峽 日本這條 重兵集結 風雨欲來 一觸即發 台灣人都沒感覺 真的要開始打起來 很大事情 我發現 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台灣民政府在這邊就是來預備的 對戰爭前夕 跟台灣人先叫起來 最近美國的軍艦 在另外一個地方 歐亞大陸那邊的一個海 不知道是離海還是什麼海 航行的時候 俄羅斯的飛機不是低空 靠近美國軍艦嗎 是不是 你們都知不知道 你們有在follow news 美國 俄羅斯的軍艦在挑釁美國的軍艦 對不對 可是問題只有一架 這算挑釁嗎 不光是只有一架 它上面沒有掛彈 沒有掛那個攻擊武器 然後它靠近美國軍艦的時候 靠近到9公尺 飛機靠近你9公尺很嚇人 9公尺沒有多遠 你如果在地面上 9公尺飛機飛過去 你會這樣子以為飛機已經撞到你了 又是戰鬥機 分明挑戰 對不對 可是挑戰很奇怪 挑戰挑釁的話應該 帶刀帶槍 結果都是空機 很奇怪 你們看有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是真的要打的 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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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美國重兵集結在亞洲 一副要開始打的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跟你說 在軍隊裡面調動部隊 沒有跟你開玩笑的 不是說我給你打一下打一下 再收到回去 沒人吃飯要贏 也沒那麼多錢 多少軍隊來到亞洲要花多少錢 你們投資一件事情 錢丟下去是不是要回來的 是不是 一定要回來的 我押重兵在亞洲 我不給他打一仗 我怎麼感覺要回去 是不是 一定會出手 預測 我們只是外行人的預測 我們沒有內行 我們沒有內線消息 可是光是看到這些報導 看這些部隊的配置 美國都重啟蘇比克灣 什麼克拉克空軍基地都開了 對不對 錢也撥了 人員也訓練了 軍事演習也好幾次 日本的航空母艦 直人飛機的航空母艦 也跑到回禮賓去 過期你不需要聽話 日本的大型的航空母艦 走到越南 他要去越南 難不成亂走嗎 一定是走過這邊 過期如果是中國老闆就跳起來了 現在我們都走去 重兵集結 這叫做部落戰爭 大型的部落戰爭 被打 對不對 要打那時候 台灣人你要騎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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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 台灣人覺得中國強的 就去強國那邊去 對不對 強國啊 你們不是很愛強國 台灣人就是很愛強國的 台灣人就是很愛強國的 這就是 這就是 How TCC deal with current situation Law suit 這個東西 這就是我們怎麼面對 現在的情況 Current situation 講到這個我還回到這個基本的圖形 這個有不同的layer 你們知道layer嗎 你們有沒有上過Google Google 上過警局的時候 Google Earth 有看過警局的時候 那當然要這幾個而已 好 情況下 台灣民眾 你怎麼做看一定會有Google Earth 你看 你Google Earth 看就是一個地球 地球一打開的時候 它旁邊有一些選項 比如說我要看道路 還是要看建築物 還是要看海洋資源 它叫做layer layer的一站 一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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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如果打開幾圓 你把所有道路都看到 打開幾圓 把國家的邊界看到 打開幾圓 不同城市的位置都出來了 再打開幾圓 鐵道 鐵路 那叫做layers 好 那我這個也是要用layer的方式跟你們解釋 最上面就是這個 最上面就是這個 最上面就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從法理開始講 最下面這一層就是本質 台灣的本質就是美國軍事占領 對不對 你看 occupier 你怎麼看 USMG-TCG 這就是我們的本質 所以這張最下面的圖最清楚 越上面越模糊 越上面越模糊的原因是什麼 那叫做政治台灣 那下面這叫什麼 法理台灣 你知道嗎 你講到法理是讓事情越來越清楚 政治是把事情搞得越來越模糊 為什麼要越來越模糊 才可以上下其手 獲取各方的利益 你知道嗎 你現在把事情放在法理底下 就越來越清楚 沒有在調給它再騙下去 我們現在的occupied people 我們是johanese to subject subject就是成名 of japan emperor 天皇的成名 天皇的成名是我們 美國是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principal就是他 什麼叫做principal 主要 什麼叫做主要 他說了話算話 人家誰人最主要 那個人講話算話 對吧 什麼決策到最後他裁決 對吧 叫做主要占領權 美國說了算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有关于台湾的地位 到底是定还是未定还是怎么样 都是只有美国说了算 对不对 没有其他国家 全世界跟台湾定台湾关系法只有谁 只有美国 中国如果是你的 你就定一个关系法可以吗 不行 会定一个台湾关系法 表示台湾只有跟美国有关 他才会来定 他定的更好笑 他是什么 国内法 所以台湾关系法底下 就产生了台湾authority authority就是权威 有关于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最上面 this warfare is multi-layer and each one has its own agenda agenda就是议题 上面叫做ruler ruler就是通底价 通底价管的是什么 territorial是跟区域有关的 统治者他是管一个区域 对不对 比如说大英帝国管英国 英国他不可以管到美国去 每一个ruler就是统治者 他只有他的区域性的范围被他管去 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 大英帝国的范围里面 他说的最大就是英国女王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他叫做ruler统统在这里 他管的是土地 这个土地里面 所有大教育的事情 他是最终的裁决者 他说了算 你知道吗 他叫做ruler ruler也这样产生什么 authority 权威 authority 台湾authority 就是台湾治理当局 统治者下面 他可以委队一个authority在这边管 他主要是讨论value 跟价值有关的东西 authority 我跟你讲 authority有很多种 请问 我如果说authority 德瑞莎修女印度做很多好事 他有没有authority 他没有土地 我再问一句话 教宗保禄六世 有没有authority 有没有权威 他没有土地 他有没有土地 他只有梵蒂冈 可是全世界的天主教徒 归他管 他有authority 他有权柄 他叫做权柄 他不一定有土地 可是他有权柄 他叫做authority authority 有一个东西叫做power 通常我们用它power 什么字 韩国士会有 power 连在一起 military power 軍事power OK 他主要是负责control 但是不光是军事 也有 现在的国家 authority 透过什么样的power 在control 台湾人 透过媒体 媒体也是一种power 他操弄台湾的媒体 决定台湾人听什么 决定台湾人相信什么 叫台湾人做特定的事情 叫做power 再来forces 什么时候会用到forces police 警察力 警察力 警察 police 不会用power 警察是用forces forces execute 在执行上面 execution police forces military power authority 上面ruler 有这几个概念 我们再回过去 再讲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清楚 OK 所以territory USMG 他委托一个agent 就是China Chinese agent 来代替来到台湾 帮他管理occupied people OK 根据什么 law for战争法 根据的是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他根据的法律是在这边 然后他的名称是这个 要做什么 那台湾authority是这里 他根据的是什么 台湾关系法 那他管的是谁 people of this处 签了一个条约 说以后 我们台湾人就去美国 很近 对吧 视同他们的National 视同美国国民 可以去 民国来的签证 签证是什么 不同国家才有签证 我是你这个地方 要什么签证 你中华民国根本不是跟美国签 如果中华民国存在 今天美国要跟中华民国签 对不对 也没有跟中华民国签 照理说中华民国 知道这些欢喜到要是说 现在美国跟我们签了 已经承认我们的国际地位 没有啊 点点点都不敢说 对吧 为什么凸显一个事实 你根本没有中华民国 美国跟你签 但是跟台北经济办事处 省旅行签 我跟中华民国签 没有啊 这是国际事务吗 不是啊 这是国内事务 台湾关系法是谁通过的 美国国会 我请问你 哪一个国家的国会 可以规范国际事务 我国会里面通过一个法律 来规范日本人要做什么 这是例外 规范菲律宾人要做什么 不可以嘛 你不可以规范另外主权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令 规范加拿大人做什么 英国人做什么 可以吗 不可以嘛 可是它可以规范 波多黎个人 因为是美国占领 它可以规范 关大纳波湾的人要做什么 它可以规范 关岛的人做什么 它可以规范 台湾的人要做什么 所以这叫做台湾关系法 属于国内法 Ax of Congress are designated as either public law relate to the general public or private law relate to a specific institution and individuals OK 那知道这是台湾关系法底下 然后这上面这个是什么 中华民国给你骗 给你骗的那些像丁管 假如我是真的 Chinese Taipei要线 明明是这个 它是根据什么 ROC的宪法 ROC的国民 所以发你国民身份证 对吧 因为它是占领 它发你国民身份证 in some sense 它认为你是它占领地区 它把你师同做国民是OK的 但你不会变成它公民 对不对 没错吧 你知道吗 不多离一个人 好啦 就不讲太多 先讲到这边 那这基本上 台湾这个 这边都有上面很多 一圆一圆的问题 把你骗到台湾都回去了 没有搞清楚 是透过我们法理一层一层 帮你抽丝剥茧 走今天这个 你知道吗 再来 但是我不管你讲什么 我举个例子 最近不是台湾人 叫去肯亚 去中国 对吧 让中国人去抓 从肯亚的角度就是要deportation 就是把你驱逐 可是驱逐就是驱逐到你所属的 因为他们国家只承认一宗 全世界的中国人 当然说 你拿中华民国护照 当然就回到中国 你拿中华民国护照 谁叫你拿 你拿 你拿来民政党 还是拿去美国 就可以离开 因为中国人不可以抓 其他国家的人 对吧 没错吧 所以 这个东西叫做反政法 Proof by Contradiction 其实任何假的东西 你就按照他的逻辑 一直让他走下去 他会遇到矛盾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 就逗了 什么叫反政法 比如说 当中 P就是ROC 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非P就是ROC 是主权独立国家 当中华民国想要真的 以为自己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候 企图行使他的主权的时候 就会产生矛盾 对吧 比如说 最近不是在国会在那边吵吗 哇 你为什么不看我们国家主权 人家就给我们上照 就是 我跟你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争执 在立法院 就是这种 这里又有两种人 哪两种人 就是知情者 跟不知情者 对吧 知情者就是 就是国民党这种人 外交官员 他都知道中华民国是假的 对吧 叫人抓去 平衡绵绵回来 但是里面 国内的人 想说是真的 说中华民国有主权 是怎么让我们人 帮人抓去 人要送到台湾 对吧 说的有没有 不能圆谎 对吧 我跟你说 除了知情者 跟不知情者 还有一种是 知情者 但是 不愿意承认事实 比如说 民进洞知道 有台湾民这种存在 知道啊 他知道台湾的法理 知道啊 为什么还用主权在他炒 因为他不愿意承认 因为他既得利益 因为他在这个系统底下 他非得要相信他自己所相信 已经被诈骗的人 集团的人骗了 他还是要 要坚持以相信的东西 就是今天这个结果啊 如果我们在旁边就看好虚 看他怎么 自己吃自己 自己吃自己的脚趾头 比如说 你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为什么要到美国面试 如果你是主权国家 为什么要美国总统喝点才能就职 如果你是主权国家 为什么在送上演员升旗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连番三次公开打枪 你没有资格 你根本不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你不可以在我这边升旗 不可以宣称什么 你现在是流亡政府 OK 不要用这个来企图 模糊我们美国眼中的 中华民国是什么东西 中华民国的护照被联合国拒绝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中国当然不会 你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当然会被拒绝啊 合理啊 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 不能填中华民国 当然不可以 也只能填台湾啊 现在不用了 中华民国这次 才几个月以前 才几个月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不会觉得 过去的几年 实在是不可思议 几乎每个礼拜 都有新的事情发生 每件事情 中华民国这个 在地就没了 根本已经倒点了 中华民国总统讲灯 对不对 所以批不 非批不成立 也就是说 ROC是主权国家 主权独立国家 不成立的话 那就是批成立 就是它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你知道吗 简单的逻辑论书而已 现在 这是之前我所指出来的 因为美国国务院一直在 赞同中华民国玩的选举 对不对 好几次都说 哇,宣估了 这是台湾再度证明的 我们在这跟美国人想要什么 说什么 选择点这跟比选择点 我们也在南俊国去做参举 对不对 你这算是哪门子的民主啊 你要知道吗 但是美国继续续继续 国务院还继续在subsidize 继续在支持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我受不了 我只好直接指得更凶狠的一招 absurdity 就是疯狂 in all practice 全盘荒谬 发生什么事情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国防部队 占领者美国人征兵 这些但是就大条了 大条了 很大条了 中华民国是什么 代理占领者 占领者是老闆 你的代理者自然敢对老闆的儿子 抓去做他的兵 去效忠 美国人是把他抬起来 包括AIT的官网上面都鼓励 不是鼓励 要求美国公民 在美国出身 来到台湾如果拿中华民国護照 要去当兵 美国没有承认这个国家 又叫人家去配合流亡政府 在这边架的问题 真的去做兵 我不知道有几个美国人死在里面 但是这大条了 美国人要当兵 怎么当也是要当美国兵 怎么去做中华民国兵 是不是 美国总统你有没有保护到你自己的职权 应该保护到美国公民 没有啊 你怎么放任AIT在这边官网上做这种宣布 所以参议员 众议员要好好的调查整件事情 过去几十年来 到底有多少美国籍人士 进入你中华民国系统来做 那有发生什么事情 受伤啊还是蜥蜴 要不要调查一下 因为这牵扯到是叛国罪 但是我们是台湾人 这不跟我们屁事 但是呢 我们看的蜥蜴里面也觉得很奇怪 美国你都嘻笑 难怪台湾人嘻笑 你自己都都不容了 难怪我们台湾人更confused 你都能对你自己的小孩子这样子 难怪台湾人不去做中国兵 那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我们透过法律的程序 把这件事情凸显出来 透过演讲的方式 透过网路上告诉美国人 你What are you doing 林志生博士甚至于在整年井 还在华顺邮报上面 的一个大篇广告 State Department What are you doing 好啦 他现在的董事长有点动作 可是在这个动作 在归你的动作之前 他有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 他 美国人是这样子 你不懂法律 他跟你接 你如果真的知道法律 他就不敢再买来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法院判决的结果 其他部门会配合 他不会 不敢去惹到法律上犯罪的事情 懂吗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犯罪益 中华民国的系统是这样的 但是在美国里面 一旦法院判决说 美国至今仍然是 台湾这块土地的 主要占领全国 他承认就算和平条约的时候 法院都这样说 你国务院再也完不下去了 哇 说一个 国务院要这么算 还荒唐在那算 这也啊 对不对 最近不是有一个 14岁到美国去当美国兵的人 到后来连侦察机都给他开套 居然他出卖 来 我们念一下这新闻 美国台裔 他是台裔吗 什么叫台裔 所以我们以后要翻开来 他不是嘛 他一直是中国人的后台 跑到美国移民嘛 他去当兵嘛 人人哪会做的 他哪是台裔 除非台裔的意思不一样 否则他不是台裔 他没有这个人 他叫中义 中国人的后代 占领者的后代 美国 你们国务院在保护的 过去是你的盟友没有错 你在保护他 保护到后来变成这群人 吃你狗狗 把你的资料 最机灭的武器 送给中国 就是这一群 你保护的难民的后代 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呢 他的款不错 他没有真的跟你美国人友好 私底下在偷你的东西 看了这么多年 你看不清楚吗 会死中的跟台湾人 傲的死中 中国人跟你玩啊 所以他的后代会去 怎么样 中华民国也邀请他来台湾 所以他们甚至于怀疑这些资料 你看 被控当间谍 艾伯林 爱德华林 将美军机密泄漏给中国大陆 另外还涉嫌嫖妥计 未确实交代行踪 等到拘押 当年宣誓规划美国籍的时候 曾经自己讲一个故障 My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 由于他负责征收电子信号情报 如果泄漏出去 就让对方知道如何反制防范美方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 USNI News 网站最早揭露此消息 服役于最敏感的情报部门 被控两项间谍罪 三项间谍未遂罪 除了有交付有力 国外情报机密外 还有召集 不不不 美国8号 依据统一军法点 32条举行听证会 说到军法 那就错了 军人是一般的法律在规范的吗 不是对不对 对不对 军人一定是用军法审判 对不对 你们知道吗? 可是中华民国的军人犯罪是检察官起诉 是中华民国的民法在判的 那表示什么?没有军人的 有军人一定用军法 在军法里面杀人是OK的 你只要杀敌人当然是OK 民法里面不管你杀什么都不够OK 现在中华民国前任人 不是他的宪兵去抓人 现在宪兵被起诉 你有听过军人被检察官起诉 这不是很好笑? 就是军法已经猜测了 没有军法了 没有军法就是没有军队 没有军队这些人穿军服干嘛? 不是军服,叫做戏服 演戏的戏服 跟穿龙袍一样,演给你看的 没有军人了 没有军法就是没有军人 对不对? 有军人就要用军法去规范军人的行为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都是老百姓 他们骂死老百姓 他们现在也变成死老百姓 对吧? 这样会看吗? 法里 所以军法财策 我们老早在演讲的时候讲军法财策 大家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军法财策 现在知道了吗? 军法财策就是说 任何号称中华美国军人犯罪 由检察官起诉 或者由我们现在的司法系统去规范他的行为 这样 没有军法了,财策了,没有军人了 所以这个我在讲说 美国如果你是美军 一定到美军法来审判 这样子的 法官将在十天之内交付军法审判提议 出生在台湾不等于是台湾人 有没有看到? 他出生在台湾所以变台裔 不是的 大日本帝国是不是属地主义 美国是属地 你可以出生在美国是美国人 但是在日本你出生,你不是日本人 你要父母亲是一个人,你才是一个人 不是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就是规范 在台湾这个地方 不是你在这边出生就变台湾人 不是的,我们是属人主义 占领不宜专主权 就是这一套大日本帝国的系统 美国就算给你占领也不能给我们改 否则你会改变什么? 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说本来台湾有多少人 你大量中国人给你染 让你冲到你不知道是什么 那就是违反战争法 你知道吗? 占领者通常用千方百计 要把那个土地吃下来 就用各种方法 其中也像俄罗斯 很厉害,但是也算不错 他把日本人用一条船载走 北方四岛 所以俄罗斯人就进去站 把他当无人岛站起来 中国人怎么对西藏 大量中人举到西藏自己染 人和中国人改你的宗教 改你的语言 改你的姓氏 改你的西藏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所以达赖老妈 下世名 头照 刷一座西藏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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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自己劳情 要替他留种 要把西藏人灭掉 中国为了统治 不能用这种违反人道 把人家灭绝叫做种族屠杀 种族灭绝的方式 来对待西藏人 不可以 这是违反天道 违反人道的事情 不可以做 所以我刚才说 出生在台湾 不是你就是台湾人 那是美国 美国是属地主义 所以大家下世名去美国生 美国人 但是台湾不是 你也没人下世名去日本生孩子 因为那地方是属人主义 台湾同样 你怎么变台湾人 你就要把你父母亲 或者阿公阿嬷 日本时代在这里 有父母 藏本上面有他们的名字 你是他们的后代 你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你知道吗 过去我们将会去不知道 有把我们洗脑洗到我们不知道 现在跟你跟你说 历史跟你说清楚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该有的身份 时间有点限制 所以我要走快一点 我刚刚讲到这个东西 又回到这个 因为以后你们上了高级班 就要去那边受训 你们要以后被 很快的战争一旦开始 美国军政府一定马上就出现 台湾民政府一定就要执行事情 你们马上就要上架 准备好了吗 没人敢说 你要把人分类三种 有头没有头跟动物一样 这一社会里面台湾人 就是在哪里?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这个人 不是像动物 就是没有头的人 没有效忠对象 所以他们是什么? 功能導向 只要有飯給我吃,我就認他 有奶便是娘,我剛才說的 有頭的,他是注重效率 所以這些人會贊成 中國把台灣那個人抓去中國 會拍手,為什麼會拍手 台灣人做不夠,中國人做不夠 他們比較厲害,哇,很讚 抓去抓去抓去,判形最好 這個人就是這樣,他管你是誰 只要有功能強大,我就佩服你 我們是有頭,我們效忠,我們是日本人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不是現在這個日本 大日本帝國臣民,阿公、阿嬤都是日本人 不會生出中國人出來 中間沒有這個過程 他只是發你身份證,你就變成中國人 發你身份證,你就變成佔領者 那有關事,對吧 那你這要把人分類,這一直要搞清楚 那在上面有頭的人會注重什麼 什麼是真理,什麼是事實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黑,什麼白 分的很明顯 所以來這邊上課就是幫你裝腦袋 過去你沒有腦袋,沒有判斷能力 覺得我跟他吃得好,效果不錯 對我很溫柔,講話很體貼 說到這個,現在大家都討厭馬英雄,對吧 民調超低,個位數 但是你不要講 以前他也是很高 民調的才會當總統,不是嗎 才會當兩次 他以前投票的這群人是怎麼回事 那表示什麼 這民主制度有問題,不是 他就操弄大眾的感情 你們都感情嘛,feeling 你們都feeling type 都是感覺的人嘛 他只要整個圓圓圓圓圓 讓你很好看,哇 投給他 突然就是失望,落空 對吧 一樣,科美也是一樣 我們以前知道 這個遊戲要玩幾次 台灣人才學得懂 這種重複的遊戲 你要玩幾次才學得乖 台灣人都要學幾次的教訓才會學得乖 到現在台灣人還繼續在這遊戲規則裡面 那不是 到現在喔 台灣人已經抓到中國了 還學不會 還繼續拿中華民國護照 那表示什麼 你任何台灣人出去 有一天中國人說要抓你 隨時可以 為什麼 反分裂法 你中國人啊 反分裂法 你是搞台獨 我都可以抓起來了 中國可以有任何理由 在他的邦交國人把你帶走 Depotation就送到中國去 那有人還要再拿那個護照嗎 還要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嗎 趕快來申請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借明你是大日本帝國臣民 你是備佔領你的百姓 他就中國人沒知道 就對你怎麼樣 只有你去認同中國人 才會有接下去後果 這個參加之後的事情 這幾個字大家念一念 來 來 學點英文 來 Democracy 你記得喔 後面把這個字分開 Crosy Crosy 你有沒有看到 Crosy Crosy Crosy就是一個power 在西亞文是power的意思 Democracy 就是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就是在人民的手中 叫Democracy 這個叫做Aristocracy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rivileged class 就是貴族統治 貴族 貴族嘛 貴族嘛 貴族叫做Aristocracy 就是貴族統治 Aristocracy theocracy就是被神來 就是神權的時代 theo就是theology 神學就是theology theocracy 來 兩 theocracy 神權統治 這叫做Aristocracy 貴族統治 Aries 你看 教你們唸英文很好的 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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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racy Ari stocracy 很好的 再來 你們現在研究很厲害 單字法 很多人知道 Autocracy means independent or self-driven power 自己統治自己 Autocracy 自動車知道嗎 Automobile Auto Auto Autocracy 再來 Monocracy Mono 你們聽音響有沒有Monotone 單音 沒有立體 Stereo是立體音響 Monotone Monocracy Rule by individual 就是一個人統治 大日本帝國是不是一個人統治 是啊 天皇嘛 就是Monocracy Monocracy 來 Monocracy OK 然後這是meritocracy Rule by define 這是透過 比如說考試制度啊 什麼制度來篩選人 就是你要有一個merit meriato meriato meritocracy Democracy Democracy erit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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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cracy theocracy autocracy monocracy meritocracy 所以我當然一開始講的時候是怎麼樣 我們不是從下而上 是從上而下 如果下而上 民主就是人民當主人的意思 對吧 所以我那時候問過大家 現在我們的民政委會執政 覺得人民最大的請客手 我們要執政 對吧 你們有老伯要做議員 對吧 有的做官員 覺得人民最大的請客手 沒人喔 好在沒有人舉手 當然不是啊 因為授權給你的人是誰 是人民投票選你出來的嗎 不是嘛 授權單位是誰 美國軍政府嘛 所以你現在是從上而下 對不對 從占領者手中拿到權力 來幫他維繫台灣這塊土地的秩序 而且只管民事方面 軍事不是我們管 外交也不是我們管 對不對 你把台灣人管就好 我們是被拉出來做這個任務 對吧 所以你如果不能符合這任務的需求的時候 他就把你換掉 是不是合理的 你沒有任何權利跟他說 你現在有跟他換掉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是功能導向的 所以我們來這邊要學會幾個 法理要清楚 所以我們給你們訓練一定是法理 怕你沾對 那時候當民政務官員幾件事情不能做 不要貪污喔 唯一死刑 對不對 不要亂搞男女關係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要傑身自愛 這就是當民政務官員的起碼 就是要守法 你不要宣布台獨 對不對 你不要走上共產主義 最主義的行 很簡單 做為高賣 做為好請離開 做為好趕快離開 說我們不能夠 因為這幾個原則 你要求你的部隊也是要 要紀律 紀律і嚴明才能 真的替台灣人做事 我講的一件事是不對的 就是叫大家守法 有關於民主,因為過去我們大家都叫人家派 對民主觀念都混淆,搞不清楚,弄錯了 以為人民最大,我那時候講過 你們家誰最大 有可能父母親或阿公阿嬤,長輩 說的話,那叫最大,最大的意思就是 他have the final day,就是最後他做 這個最大的不是你們家的孫不可能 或是女婦孫不可能 小朋友嘛,未成年憑什麼當老大 還是不懂事,他叫他 明天我們都不要吃飯吃冰淇淋,好嗎 他最大的,他就做決定 所以人民都是不懂法律,人民最大 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選出馬英九 結果就是選出奇奇怪怪的人,政治人物 因為人民的判斷力是有限的 人民如果最大的話 如果民主制度是一個好的制度的話 如果 那公司行號怎麼不用民主的方式去運作 那公司要做什麼問題,大家舉手表決 薪水要花多少,舉手表決 公司的經歷怎麼走,舉手表決 那公司的經歷怎麼走,舉手表決 那不是這樣,馬上是道嘛 所以民主是一個授權機制 不是一個管理機制對不對 民主是一個授權 就是把權力交出去的一個機制 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企業行號都不敢用 你打一個球隊 前鋒是誰,後衛是誰,教練是誰 大家投票決定,誰上場 我們輸的嘛,對吧 那什麼樣的制度 才是社會上最有效率的制度 人類 社會裡面最有效率的制度是什麼 軍隊嘛 軍隊啊 你知道為什麼軍隊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嗎 因為玩很大 其他的玩不大 公司倒了頂多是 宣告 chapter 多少 宣告破產而已 liquidation 但是軍隊如果輸給人家 玩人命的啦 因為你玩人命所以不敢亂玩 因為你不敢亂玩 所以你會想一個最好的制度來玩 對不對 那因為最好的制度 才是產生所謂的軍隊的制度 什麼是軍隊制度 就是有上有下有階級 對不對 越有能力的人管大的嘛 每個人不同 按照他的能力來分配他的位置 這是最有效率的部隊 的組織架構 這樣合理嗎 所以台灣民政府 不管你是誰 只要進到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分配你工作 你站在你的崗位上 扮演好你的角色就好了 這就是一個很可怕的部隊 所以要的是遵守命令 服從法律上的規範 這樣就是 個人操守小心 台灣的法理地位清楚 那我們現在基本上 我們這邊訓練 就是到這裡 stand by stand by 的意思就是說 不叫你當 你不要學白黨 所以前一陣子民進黨說 寫一封信要跟我們談什麼 不用說 11年12年的時候就寫信來 民政府 台灣民進黨好像給我們一封信 還是什麼的 那時候我們已經毀了一封信過去 說沒有沒有沒有你搞錯了 民進黨要找誰談 要找中國國民黨談 找中華民國去談 中華民國要找誰 找AIT去談 AIT找誰 還有他上訴單位 對不對 國務院 我們要找誰 你跟錯人了 我們上面是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 他們是美國總統 對不對 所以不同體系不能溝通 你跟我們談什麼 我沒有啊 我們只是聽命於美國軍政府 他叫我們在這邊訓練人 我們就訓練人 叫我們在這邊講課就講 叫我們就訓練法理就法理 我們是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 別人的命令我們聽不見 我們只聽到我們的 對 軍政府的意見 你知道嗎 過期在國民黨裡面 或是在外面社會 學會的 不用拿來 全新的訓練 最好我們還希望是這樣的 人家都笑我們是素人 素人 我們要做政治 真好 我們就是要素人 我就怕你過期在國民黨裡面 或是民進黨來學會不會 反正你過期的壞款 你改不來 你的頭腦都壞了 以為是人民最大 上街頭 抗議 都不是 我們是軍政府 所以我們要的反而是 甚至素人 清清清清清的 沒有狗屁倒灶的事情 這樣我們最需要 就這樣 人民最大 對吧 這有幾個觀念還是要澄清 因為你們還會碰到那些 認為人民最大 柯碧那時候上任的時候 居然上網 每個案件都說 大家人民投票 決定 好像很民主 這個系統是傻瓜做的系統 真的 人民為什麼叫你出來 就是我很忙 我投票叫你來替我們大家做事 不是叫你把責任丟給我去做 你知道嗎 所以醫生不能當政治家 不能當市長 你知道嗎 醫生只專門做什麼事情 對吧 料理善後 醫生的養成教育 是不是料理善後 都是你家室家 他才要治療 對不對 資源回收 對不對 醫生的養成教育 這樣子 律師的養成教育是什麼 律師養成教育 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叫律師去做什麼 表演的事情做不起來 但是要透過法律 幫你坐空坐房 幫你抓 那是他們的養成教育 所以你不可能跨行業去做政治家 你法律人要做政治家 那中間很幾個夾 那不是那麼簡單 旁邊的話我們不講 所以那時候我給大家做一個基本的概念 事情不是我們亡人想那麼簡單 在講過嗎 沒有聽過警局所 都聽過 事情不是我們亡人想那麼簡單 有聽過嗎 那我講講 你們現在要當議員了 對不對 請問 奶粉要漲價 一次給你起20% 那你是議員 你要不要投票反對 你是議員喔 你現在當民政府的官員 在議會裡面 行使你的議員的責任 他反恩通過 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事情說 奶粉一次漲 20%不夠 不夠過分 40% 你會提案給他反對嗎 會不會 會的人請舉手 請問這樣 不會的人請舉手 請問這樣 不可以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是自由市場機制 你憑什麼去規定 人家奶粉要賣多少錢 大不了你不要吃嘛 是不是 議會沒有這個權力 規定自由市場 你不會去規範他 如果他進口的奶粉 在國際市場上 價格漲了50% 他可以漲40% 可不可以 所以你要問一個問題 他憑什麼漲價 為什麼漲價 對不對 你要問他是這個 你不是馬上說 40%太多 那你是根據什麼來說 40%太多 你要先想過 他為什麼起價 而且大部分的人 都會反對 那是很正常的 因為有人思考是這樣子 人民的考慮是什麼 節約省錢 你給我起那麼多錢 很了解 對不對 再來工作方便 我本來要上班 我婦女要上班 我沒辦法每天 用母奶去餵我小孩子 所以我用奶粉取代 你給我起那麼多 我就聊很多了 本來一個禮拜 四五百塊的奶粉 現在起到五六百塊 多一百塊 一個月來四百塊 一年幾十千塊 我撞不住 我反對 這是一般人民的思考 個人方便 對吧 你是議員 你要考慮什麼 議員就不是開玩笑 不是一般人 所以你換的位置 就要換腦袋 議員要想什麼 醫學證實 牛的奶粉不能取代母奶 你小孩子的抗體從哪裡來的 牛的抗體 就算有存在裡面 也不是給人用的 是不是 所以小孩子的健康 大部分他的抗體 是來自於媽媽 如果你沒有獲得足夠的抗體 你小孩子一天到晚 跑醫院 每天用健保在給付 你從小生病 你小孩子一路長到大 都在生病 不是過敏嗎 就是什麼 容易感冒 要不然體質比較壞 因為在抗體要透過生病來獲得 你會想一下 你會在高齡婦身 20元、40元、100元 健保費你要跑幾趟 整天這一代的小孩子 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辦 有沒有考慮這個 沒有啊 所以立法者 你換的位置就要換腦袋 然後什麼 母奶的好處 你有沒有想過 兒童的免疫 健保的給付 國民整體的健康 世界的趨勢 對國外的依存度 牛乳市場 有沒有研究 心理層次 你知道小孩子吃母奶 跟媽媽有直接 身體上的接觸很重要 你不能每天 跟那個塑膠奶瓶在那邊吃 顧起來你那沒有安全感 我住到不是真正的真正的人 跟媽媽的關係會奶瓶 是不是 口喻期沒有滿足 以後就是容易補婚 你們在這裡有沒有 眼影很大 假婚吃小窮 可能口喻期沒有滿足 來 我們剛才講到Current 講到未來 How TCCG deal with the future? TPP We know our position in the game 我們看到了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我們民政務的官員都知道這個行動 因為美國畫了這個嘛 哪幾個國家 加拿大 United States Mexico Pero Chili New Zealand Australia Malaysia Singapore Vietnam Bunay Japan 有沒有看到 這幾個國家 就是TPP架構以下的國家 TPP在玩什麼 它以後要推的是一個 完全沒有貿易障礙 沒有關稅的一個系統 這裡面有很多規定 包括隨便舉一個 金融 你要寫你的會計帳 不能再用貴給中國人一頭 它有零一套規範 所以你在這個國家裡面 每一個國家的會計帳 都可以被接受 會計制度是非常的嚴格 交易買賣非常嚴格 股票市場的上下非常嚴格 資訊透明化非常嚴格 這是TPP TPP的標準由美國提出來以後 現在實際上會拉到最高層次 所以其他國家 韓國都想進來不行 中國想進來不行 其他國家這樣 TPP的國家 is by invitation only 只有它邀請了你才可以來加入 不是你想加入就加入 你知道嗎 慢慢了解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台灣民眾被邀請去G7的 meeting 可以參與 可能旁丁 這就不得了 有關於我們的文章寫在他們官方的官網的文件上面 不得了 他們的那個名字 大會手冊裡面寫到我們的問題 就不簡單了 我們官網都有寫 你們自己去看 這就表示我們已經被納入 但是不是中華民國納入 也不是台灣納入 台灣民政務所做的 為什麼我們被納入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是大日本地方 我們是被佔領者 我們是被美國佔領的地方 當然要跟著美國遊戲規則 難不成你要跑去 所以中華民國要去簽亞同行好不好 當然好啊 那是他們家的事情干我們批事啊 我們是在這個TPP系統裡面 所以我說 TPP We know our position in the game 誰都不建議 我們台灣民政務所做的 如果未來要接黨政權的時候 我們會按照這個系統再走 再來 provide a stable government with consistency in all policies OK 我們會是stable的government 不是像這樣子 現在進戶 我們是非常穩定的政府 為什麼穩定 因為我們訓練的方式非常厲害 我們透過法理在訓練 我們的每一個官員 對不對 我們的制度非常嚴明 我們透過篩選的過程 我們透過篩選的過程 跟適合的台灣人來擔任這個位置 我們像軍隊一樣在執行命令 不會動不動跟你翻盤 跟你鬧意見 我告訴你一下 過去的台灣所謂的官員 都是買辦 什麼叫買辦 比如說以前西方國家要去中國做行李 就很多買辦跑出來說 中國這麼有事 我自己負責 就說福州界的所在我負責 我幫你搞定 對不對 那個叫做買辦 你有問題的話 我這個買辦就可以上下起手 搞東搞西 這人民都不喜歡你這個價錢 你殺下來吧 他們要很多 對不對 那個叫做買辦 買辦就是那個消息 所以其實是不能直接進入市場 要透過一個中間人 中介啊 國民黨就有中間人了 民進黨也是 大家在唱中間人的 台灣這些事我可以發佈好 到時間會買賣錢 我會交錢給你 叫做買辦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阿扁做總統也是一樣 台灣的經濟不起來 因為他變買班了 外國的系統進不來 他美其名說要保護我們本地在地的行李 其實是保護財團 因為外國的公司的那個競爭力強的公司一進來 馬上我們土地 因為遊戲規則不一樣 但是我跟你講台灣民政務起來之後 自由市場 自由競爭 沒有買辦了 過去幾個大家族就靠這個買辦的身份 吃香喝辣的 透過買辦的身份跟政治人物做結合 才有過去台灣的政治這種賀金 行李人也要賺錢 政治人物也要A錢 這兩個合作會 因為有權利一個人會去玩這個東西 外國市場每年要進來什麼要進來 都是遇到這個叫做貿易障礙 貿易障礙就是以 Local當地的人的利益為 去Bargain 跟外國人在Bargain 可是這樣玩的結果是什麼 你當地的經濟的競爭力就衰退 因為你不需要競爭力 你不需要經濟轉型 你不需要產業升級 因為受到政府保護 透過關稅各種不合理的挑戰 來保護他本土的產業 美其民說不能馬上開放 一看到台灣都兜了 錯了 唯一讓台灣更有競爭力是開放市場 玩國際級的遊戲規則 台灣人再真正提升 台灣人絕對有這個能力去面對世界市場的挑戰 但是為什麼要買怎麼辦 他這樣才繼續跟你騙 我親在說 電視市場我全部開放全世界 那些爛的電台老早就逗了 對不對 最好世界 我們現在就是什麼 日本以前的民智維新 就做了一個這麼重要的事情 什麼叫日本民智維新 就是託亞入歐 因為人家看到歐洲 歐美國家是強的 中國是越好 我就是絕對自己斷更 趕快 民政府站起來之後 絕對 去中 完全託亞入歐美 這樣對台灣人未來 我們的驚孫才有希望 不是在管自己的家裡 自己做飯 自己吃 自己開心 不是這樣 很可能 你還有中國人這樣算到這個程度 美礦玉下 最後只好靠中國的觀光客 才過你的生活 台灣那個觀光客 哪有提升品質啊 你去歐美去看嘛 你看人家歐美國家 看去日本好了 人家的觀光水準是什麼樣子 你先去看看 人家什麼規劃的景點 我們的景點還可以拿一台車 在那邊收圓牆 幾年來都一樣 那就是難民教出來的文化就是這樣子 不會提升啊 對不對 墳墓亂葬啊 這真的有國土規劃 沒有跟你規劃 台灣民政府 來 Provide a stable government with consistency in all policies in devil to pursue capitalism optimization 我們追求是資本主義的最佳化 來 什麼是這個 來 我們要先講 介紹給我幾分鐘時間 介紹什麼叫進行 在座民眾的觀念 我不講太深 怕說大家的獨孤 我用個很簡單的模型 大概跟你們講什麼叫資本主義 美國搞得儘管來那時候 他要求幾件事情不可以做 除了不可以畫台頭 還有什麼 不可以走共產主義對不對 那請問你什麼是共產主義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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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吃大鍋飯 對不對 都沒有競爭力嘛 政府來刺利嘛 就是這樣 沒有錯 那沒有自由產黨 共產主義基本 它是怎麼產生的 它是因為有資本主義產生弊病之後 反抗 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 你就不講那個啦 來我先去跟你介紹 什麼叫資本主義 好不好 其實資本主義的行為 老早就有了 只是 這個國父論這個是後來寫出來 但是這個行為 這個practice已經有來已久 但是把它具體化 我簡單的講 十五十六世紀的時候 我透過講modernism 現代主義來介紹這個東西 最下面叫做R&D 就是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做研發啦 什麼叫研發 在十六世紀之前是黑暗時期 天主教掌控很多東西 但是唯一能夠做科學研究是什麼 只有在修道院裡面的教室 切利略啊 迪卡爾啊 慢慢他們透過實驗室的發展 發現很多東西 大家要睡覺 很簡單 你們哪有放鬆水嗎 有嘛 放鬆水之後滾起來的清煙 這個清煙這件事 早上幾十千年 十萬年 大家都在放鬆水 喝水嘛 但是偏偏遇到 有幾個聰明的人 就把清煙進來 該做什麼 蒸汽機 對不對 透過蒸汽機去推動機器嘛 對吧 推動 就是combustion 內燃機嘛 就推動工業革命嘛 對不對 英國有最早做鐵路的 就是蒸汽機鐵路嘛 蒸汽機去發動後 開始鐵路就開始運輸就加快 運輸加快 需求就增加 需求增加就用機器去製造嘛 以前做一箱的 一天做一箱兩箱 現在做幾天做幾千箱 十萬箱都有可能嘛 那就是工業化嘛 對吧 工業化的話 結果就是你看 從研發裡面產生了 對於insight 就是大自然的新的看法 然後產生什麼 power 透過科技的發展 蒸汽機帶給人類power 能力 對不對 這個能力的話 讓你大量生產以後 拿出product到market 市場上去賣 去市場去賣 賣 賣後你設計一個money system 就是金融的系統跟制度 再把這賣出去的東西 的獲利 拉回來 再加一次 稍微RND 一趴兩趴五趴 放在研發裡面 再發生新的東西 新的藍海 大家在做製造新的科技 產生新的市場 那就是在家 對吧 對吧 所以在資本主義的市場裡面 怎麼樣 有錢人有買不完的好東西 窮人的話 只要經過努力 就可以在社會階層往上爬 這就是資本主義 像一個輪子一樣 在轉動 這轉動的太快太慢都不可以 照經濟學者的預測 每年3趴的通貨膨脹是OK的 太慢的話 經濟不開 太快的話 消化來不及 所以這就是經濟的概念 共產主義的話 點鬥敗 他有錢人是一個罪 對不對 好 我先問你 這輪子要尬一尊 怎麼讓這個輪子停下來不動 就有錢人不買了 對不對 沒有錢的人覺得生活很好 就是共產主義 你不用怕沒飯吃 我絕對給你吃到飽 你就不想努力 不想努力的話 這社會就不會有人工作 沒有人工作 就沒有產生新的東西 就沒有這些遊戲規則 這個經濟就打不開 經濟就是完全不動 就是因為打不開 所以什麼 ignorance was of all kinds 現在已經沒有文盲了 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你文盲有辦法打手機嗎 不可能 所以很被迫 你就趕快去學會打手機 現在連阿公阿嬤都用手機 智慧型手機 跟孫子用視訊 是不是 他都要學會操作這些機械 很快 這一代走了 新的一代 大家都文字 沒有文盲了 連印度那種國家 都文盲都減少 因為大家都要用手機 你知道嗎 再說 病毒是協助了 開始病毒 一項一項都獲得解決 以前黑死病 一死幾千萬人 幾百萬人歐洲黑死病 三分之一人口 後來為什麼好了 因為開始 醫學上的研發 產生疫苗來解決問題 像最近 一旦有什麼碳基病毒 什麼病毒造起來了 馬雄很快 實驗室就產生出疫苗 大家接種就 控制疫情 對不對 我問你 那疫苗會突然之間就做出來嗎 當然不會啊 你一定要有實驗室 平衡時就在做 所以上次 有那個 不知道哪個病開始的時候 最後的解答 居然在日本的一個實驗室 那個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好感動 他說 我在這實驗室工作了20年 現在我才知道我的價值在哪裡 在你實驗室的日子裡做20年 不知道為了什麼 直到這個病毒出現 它的東西剛好就拿來用 我問你 要養一個實驗室要多少錢 要洞砸上億的 你知道多少器材 要很多的材料 對不對 機械設備 要養很多博士 生物博士 每天要拿薪水 這實驗室要一直run 而且沒有目標 還不曉得成果在哪裡 你就只在那邊做實驗 自己去想辦法 等到事情發生的時候 剛好可以解決 是這樣 那這錢哪來 你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在那邊尬的時候 哪來的錢來做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有資本主義 有多餘的錢可以撥一段來做R&D 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資本主義的運作 才會產生這麼多東西 Poverty was eradicated 就沒有窮人了嘛 現在窮人是因為人謀不張嘲 真的結果 不是因為食物不夠 是不是 你捐給非洲國家的錢 跟武器 不是 食物到最後是給判那些政府軍 拿去買武器 繼續欺壓他的百姓 不是說大家沒有愛心要去救他們 是中間的人謀不張 很可能 所以再來 Human Rights Awareness 再來 War Render Absolute 戰爭的形式也改變了 過去戰爭一次都死掉很多人 一戰二戰 死人越死越多 現在戰爭 你現在看了 Desert Storm 美軍在中東地方打了好幾次戰爭 有死很多人 我跟你講數字沒有多少 你看到那個房子都爛掉 可是死沒幾個人 很奇怪 因為現在戰爭的形勢越來越先進 現在改成斬首行動 他只殺那些特定的人 他不是大量的那些毀滅性的武器 目的不是殺人 是把這個造成戰爭的原因消除掉 所以過去 一家人聽說這武器放落入狂人的手中 作為大量的人殺人的武器而已 是要防止這件事情 所以美軍你上網去看 美軍怎麼打那些人 你走在路上 那些恐怖分子都假裝自己是婦女 然後跟婦女都走在一起 還牽小孩子 突然間啪一下 只有那個人倒下去 旁邊的婦女跟小孩子都沒事 他不會一次把所有人都打死 他只打他要打的 美國的無人機就在做這種事情 你把他穿在裡面沒有 因為他無人機看得到你 褲子裡面穿什麼東西 從無人機都看得到 而且只是打你這個男生帶的武器 這個男的 旁邊那些老人都打不到 連羊在旁邊走都沒事 以後是這樣子的 上次伊朗不是有核爆原子彈危機嗎 他們在發展核子武器 結果一下子突然 本來鬧得沸沸揚揚的 結果沒想到在幾個禮拜之內 這個新聞就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計畫的主持人 有一天在上班的時候 途中 包括一下被打死 司機繼續開車 還不曉得他死掉了 所以伊朗整個核子彈計畫 就因為一個人沒有了 就結束掉了 核心人物館一個人 就這樣子啊 未來戰爭是這樣子啊 斬首行動啊 很快的 短時間不要不要 當然啦 想用透過戰爭來 讓經濟起來 也是有另外一種想法 這不是我要講的 這不是我要講的 What the driving force keep everyone in want all the time 整個資本主義 就是讓大家不斷地 要、要、要更多 你才會一直買、買、買 你才會生產、生產、生產 你才會生產、生產 你才會生產、生產 就是要讓整個經濟活絡 資本 共產主義就是有錢是罪 對吧 無產階級專政 所以不能走共產主義 就這樣 國家裡面所有東西 我就發放 這樣人民就不想努力 不想努力就沒有人生產 就這樣啊 大家知道了 簡單的概念 那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才能回到這個 Indeedable to pursue capitalism optimization 什麼是我們的最佳解 在資本主義裡面有幾個條件 讓整個自由市場運作到最好 第一個 Democracy 當然我們要一個民主的立統跟制度 沒有錯 這不是國民黨在玩那一套 假的民主制度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混在一起 因為利益不同 佔領者會為維持他的利益 怎麼會跟被佔領者 那是不一樣的 一定是衝突 衝突不能選舉的 有一群人是想辦法 把台灣的資源搬到中國 有一群台灣人是想辦法 把資源留在台灣 建設台灣,照顧台灣人 佔領者想辦法把你自然拿走 還沒東西 把你放在台灣 那些污染東西都留在台灣 他根本沒有長遠的計畫 所以台灣人怕到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人 不是我們的人跟我們人 南作會做去選舉 選什麼 就不會有一個正常的結果 所以你選什麼局 第一衝突雙方不能一起選舉 你跟你敵人投票選舉 好笑 所以台灣沒有民主 國務院這些官員 台灣沒有民主 因為違反戰爭法 把佔領者跟被佔領 南作會做選舉 不是什么,是丢人现眼的事情 再来,Human Rights 我们会很注重人权 再来,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Speech是非常重要 你跟美国讲,台湾到底有没有Freedom of Speech 台湾有没有,有没有言论自由 我跟你讲,没有 为什么没有 看民政务就知道了 台湾民政务的新闻哪里被报告 几万人上街没人知道 也就是他表面上给你言论自由 可是他是选择性的言论自由 你只要扯到重要的事情都不见了 不会听到,所以台湾人到现在还没听到 他刻意打压 所以整个媒体是中国人在控制的 我讲到直接 你只要用中文去Google去做研究 你得到都是中国人的思想里面的世界 因为你被锁在他的语言底下 对吧 你所有的消息都是中文写的 所以你在中文世界打一个日本两个字出来的结果 都是对日本不好的意见 不是 你打一个美军有几个字好吗 没有啊 因为都是中国人的世界 看世界 所以你只会中文的人 你就被他 局限在中文世界里 所以你一定要学英文、学日文 你才有世界观 因为你的语言受限制 你知道吗 所以人家说媒体就是党的喉舌 所以你只要看中文的媒体就是中国人的喉舌 说话给你听 你让他听久了 你就被他洗脑了 你就以为中国很伟大 事实不是如此 你要多一点做研究 从语言开始改变起 现在连你教英文都说 对国人教英语 你怎么会好啊 再来 教育 不断加提升我们每个人的教育水准 不是中国那一套教育 就是被自书五金 叫孔子 不是 全盘西化的教育 完全是欧美那一套 我们从语言改起 以后台湾民进国就是日文跟英文 日文是我们的本国语言 英文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 马上就跟世界接轨 而不是跟中国接轨 以今晚所有的教育 就是让你跟中国接轨 你现在所有过去的教育 都是跟中国接轨 完全要弃之不用 media 媒体 要完全的自由开放 过来 multiculturalism participation 所以这几个基本上是建构 所谓的自由市场需要的条件 我们会让它做得很彻底 我们开放竞争给全世界的人进来 当你站在这样的立场的时候 没有理由 台湾不会抢起来 最后 So what what will be the future of Taiw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of TPP promoting all the important value in modern democracy 我们会promote 我们会鼓励这样的价值观 在现代的民主社会里面 Since TCG is law biding government under USMG law are we to be respect and keep 我们是遵照法律建构的台湾民政府 所以我们会遵照战争法 各种国际法来执行这件事情 We are certainly for democracy system but the new system should base on the truth and the law 我们所有的系统是建构在真实 真理跟法律的条件上起来的 相对于国民党是建构在谎言里面 不一样 Name international law and law of nations not on fraud and lies We believe in truth is a foundation 我们相信真实真理才是 所有的好的善的事情的基础 说一句话真善美马上就结束 真善美 对我们来讲 没有真理当基础的善跟美都是假的 没有真理做基础 你要建构善跟美是没有 所以今天台湾的问题出在亚洲 亚洲问题出在中国 中国问题出在台湾 台湾问题就出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在它不应该有的位置上面 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也是唯一方法 就是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回到它应该有的地位就是流亡政府 让台湾的国际地位增长 下课